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杂阿寒经 也有这样描述人生难得的批语 就是在这个浩瀚的大海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么有一只海龟 这只海龟 它在幽暗的大海深处 那这只乌龟 它的寿命有三大阿僧奇节 险教的修学 就是三大阿僧奇节才能成佛 所以这个杂阿寒经讲这只乌龟 它的寿命有这么长 它就是一个表法 它在辟喻 人在经乘柱坏空节 这么长的时间 三大阿僧奇节才能成佛 那一般来讲 一大节就是经过乘柱坏空 四个阶段 成了就是这个宇宙世界形成了 住了就是它形成了以后 它会保持 安住 就像我们现在就是住的现象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宇宙银河系 在地球上 在亚洲 它还继续安住 延续下去 坏了 只是它以后会毁坏 那四大分裂 然后空呢 就进入了这种空极 这样的一个四个阶段 但这四个阶段呢 它是很长的时间 这成住坏空这四个过程 叫做一大节 那三大阿僧奇节 就不是三大节 是三大阿僧奇节 就等于三乘于十的 五十九次方大节 三乘于十的五十九次方大节 你就是说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 就无量无尽的时间 这凡夫要发心 生出了这个菩提心 以后呢 开始算了 还没有发心还不算 发起菩提心开始算 三大阿僧奇节 才能成佛 那是非常不容易 那这只乌龟寿命 它是比宇宙还要漫长的寿命 住在这个深海里 看不见一丝的光明 久而久之虾 就是盲龟 虾眼的乌龟 那么这只乌龟呢 它在漆黑的海里呢 一百年它才会上岸一次 用它的乌龟鼻子 闻一闻海风空气的味道 一百年才有一次 那这个海上有一个 有一块浮木 这个浮木 当然不同的传承 有说是牛饿 就是驾驭牛的身上的那个东西 也是木头做的 中间有一个洞 这个洞跟乌龟的头 是差不多的 那一百年 这乌龟要浮出海面一次 刚好这块浮木 这样随海浪漂流 打来打去 飘来飘去 这海龟一百年 把它的头伸出海面 刚好那块木头飘过来 那个洞对准乌龟的头 这样穿过去 这种几率 就是为乎其为 有的时候我们再看 几乎是不可能 对不对 但在佛经它批育 我们得到人的身体 就像这个盲龟穿浮木 这么样的困难 就是你得到这个宝贵的人 人的身体 那不是千载难逢而已 所以佛家瑜 他有讲一失人生 万劫难 有这样的批语 那我们都知道 佛是真于者 实于者 不妄于者 他不会夸大 乱讲 或欺骗众生 辜负众生 佛他不会乱讲 之所以这么讲 一定有他的真实的道理 很多人跟在座的人 同修 一样的心态 他很难体会 当人真的这么困难吗 因为你现在是人 你要生出这种 我想当人当不到那种感觉 那是不容易的 所以曾经有法师去中国大陆弘法 他也在讲 狭满大洲性疑惑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等等 突然有一位大陆人起来 举手跟他 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法师 你说人生难得 你大概没有到我们内地看过 你看我们大陆那个人 找工作那个忙流 车站 这个叫人生难得吗 他这样问那个法师 这个他就不了解了 他这里讲的人生难得 是指狭满人生难得 得到人生已经不容易 得到狭满人生 那更不容易 就不是指的一般的人生 也就是说 有的人都觉得说 想修行 好像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很多人他并不是想要修行 就能修行 他想来 他就是来不了 总是没有这个因缘 这个都有因缘在后面做主宰 那很多人他来学佛 就是有他的邪见 或者是诸根不俱 因缘不足 或者是主得比较有缺 或自己过去生的修得有缺 或是自己过去生的修得有缺 资粮就不足了 障碍很重 就没有办法来学佛 所以他的人生就是一味的放逸 那你去邀请他 他就跟你推脱了 脱颜 到最后 导致他的人生就白白恐过了 好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